4月3日,内地男演员吴磊在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出席自己的蜡像揭幕里。 他一出场就以广东话向大家打招呼,并和自己的蜡像合影互动。 随便吗?随便随便。 我知道他喜欢走过来这边。 贝贝啦。 好,准备。 吴磊表示,上次来香港是参加蜡像馆的生日派对, 没想到这次就可以参与自己的蜡像揭幕里,感到十分荣幸。 诱报制作时原来不知道应该摆什么姿势, 于是就有工作人员提议他把手插进口袋, 自己原本担心这种姿势很不礼貌, 但幸好出来的效果很好。 其实我当时也想不到要什么pose, 然后当时我就随便乱摆, 然后他们就说要不就插个豆吧,感觉还挺帅的。 然后当时我还想说会不会, 就是说哎呀,插个豆会不会感觉就是有点太, 就不太礼貌。 我今天一眼看到果然是非常的就是你知道, 感觉有点非常狂反正, 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帅的, 所以我很满意, 然后非常感谢香港的杜舱夫人蜡像馆。 今天,吴磊还特意准备了一副墨镜给自己蜡像, 戴上墨镜的蜡像更显优雅帅气, 引得到场粉丝阵阵尖叫声, 直呼好帅好帅。 好了,我知道蓝蓝今天特别的把自己的墨镜带来了, 我们香港杜舱夫人蜡像馆, 然后呢,就为他旁边的他的弟弟戴上这个墨镜。 这OK吧, 我们先来拍照好不好, 同样我们从中间的镜头开始, 我们看一下中间的。 粉丝们觉得怎么样, 这个戴墨镜的造型, 很好,很帅。 非凡一乐许时报道。